请问首先我们来关心的话题是大选结束了 行政院长陈建仁依照宪政惯例内阁总辞 总统蔡英文魏刘担任看守内阁 而各界关注国会龙头之争 来营的任门人选不分区立委当选人韩国瑜 宣布和成功连任立委的江启臣搭档角逐 党体诚也强调如果民众党愿意推出副手人选 和韩国瑜搭配的话他可以推出 不过民众党是回应不会和个别候选人私下协商 或者是利益召唤 大选落幕各界关注选后政局的发展 行政院长陈建仁依照宪政惯例内阁总辞 获得蔡总统蔚留到520新总统上任前 担任看守内阁稳住国内政局 判行政院团队能与新国会紧密合作 持续推动各项福国立民的政策 除了内阁看守新国会的运作也是焦点 由于民众党抛出国会改革四承诺 作为合作条件面对新国会龙头之争 南营热门人选不分区立委当选人韩国瑜 透过脸书宣布与立委将启臣搭档角逐 政府院长主打校正回归立院该有的监督制衡角色 而非过去八年的立法局 江启臣强调如果民众党愿意推出副手人选 来跟韩市长搭配的话 只要大家有共识 那我想我这边是可以这个退出 没有关系 蓝白和普尔不是只有蓝的问题 江启臣强调如果民众党愿意推出副手人选 跟韩国瑜搭配可以退出 不过民众党回应 不会与个别候选人做利益交换 以待蓝绿两大党的立法院长副院长的候选人 可以具体的回复我们的四大诉求 来作为我们后续的一个参考依据 民众党这边也不会私下跟个别的候选人 进行协商或是利益交换 这次大选三党不过半 国民党拿下52席 成为国会最大党 民进党51席 民众党8席 还有五党2席 民众党如何发挥关键少数 合纵连衡 备受关注记得综合报道